背著後背包一前一後走進咖啡廳 昨天為後車手低頭逃出證件 給被害婦人確認 隨後對方轉身拿出裝有現金 兩百五十萬元的厚厚紙袋 這件袋子都還沒放到桌上 男子立刻伸手把錢拿走 就在巨款得手後準備起身離開 編譯行警立刻上前 當場把詐騙犯人葬聚禍 坐著 坐著 坐下來 不只二十一歲的汪姓車手 被打個正著 兩名林姓共犯也都落網 另外警方尋現追查 發現還有兩名在汽車旅館 負責指揮的幕後主持者 原來詐騙車手團由汪姓男子 及其他四人組成 他們分別來自台北高雄等地 這回來到台南西京 以汽車旅館作為移動據點 方便躲避查期 本分局11月28日 接獲金融機構通報 有民眾疑似誤信假投資 預提領大額現金兩百五十萬元 立即組成專案小組 附現追查偵辦 根據了解台南證明被害婦人 日前加入投資群組 詐騙集團以他抽中股票為由 要求在期限內分三次面交 並且以現金繳付交割款項 富人前兩次被騙走一百五十萬元 二十八號進行最後一次交款 索性銀行行員察覺有意通報警方 才成功保住剩餘積蓄 警方後續清查發現嫌犯 不只涉嫌詐欺洗錢還藏毒 現在將人一枉打 竟也要繼續上上溯源打擊不法分子 金新聞黃玉廷 黃一軒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一手掌握新聞